我在童年的时候,我们姊妹比较多,我一共姊妹六个,我排行老三,我时候我们家庭的生活也比较困难,负担也重,我夫妻就是给人家洗衣服,维持我们家里头八口人的生活。 恶念就是利用我的空闲时间,少玩的时间就是尽量不在外头玩,帮助母亲搞家屋,看弟弟妹妹,再一个就是我父亲也年龄大了,我只是给别人洗衣服,的确看见也很吃力, 我从有时候也帮助我父亲,也是粮粮衣裳呀,做些事,我理所能经历一些事情,后来呢,到我八岁以后,我就上学了,上了学以后呢,我就利用我放学的时间,我就帮助母亲做饭, 做完饭以后,把弟弟妹妹一惯的,一吃一喝,完了以后,我就有丑闲雨时间,帮助我父亲,做些生意上的一些事情。 做完以后呢,我就去上学,上完学回来以后,反正我也不闲,我这个人是比较,也比较能干活个人,也闲不住个人。 回来,回来也看着我父母年龄大,也挺可怜的,也为了我们家着自美的生活,也的确吃了好多酷, 也的确也都寄到心里头,看到念上头,心里头也比较难受, 所以回来以后呢,就是能尽量躲替父母干的,就躲替父母干。